那这个衡量标准是什么呀 这个衡量标准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商值 这个商值可能大家今天第一次听 刚刚听这个商值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东西还挺陌生的 之前也没有听过这个东西 那其实这个商值它是在哪出现的 一般这个商值都是在咱们化学当中 或者物理当中 它表达一个什么样的含义 这个商值它说的一个意思就是说 它表示了随机变量的一个不确定性 这个东西听起来还比较抽象 那什么又叫做一个随机变量的不确定性呢 咱们先给它进行一个直白的解释 就好比说这个东西表示的是物体内 物体它内部的一个混乱程度 那这个混乱程度该怎么样进行一个衡量呢 咱们来说这样的例子 就好比说现在呢我们要去的是一个杂货市场 然后这个杂货市场啊 就好比说咱们现在里边是一个义乌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义乌的小商品批发市场里边咱们想 它里边各种辣马七条东西啊 一堆小件小件的这个东西是不是特别多呀 我到了之后啊 我就感觉哎呦我去这个里边怎么这么乱呢 人龙混杂了呀是吧 鱼龙混杂应该叫是吧 里边什么人都有卖什么东西也有 那这里边它肯定很混乱啊 因为卖东西太多了 那你说你在这么多个东西当中 你就去买了一个铅笔 或者说你就去买一个橡皮的可能性高吗 肯定很低吧 因为总共的商品数量有很多 所以说你取到的每一个商品 它的概率啊都是非常低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说这个商值怎么样 我就说啊 这个时候我商值是非常高的 因为现在呢里边太乱了 越乱的一个结构 我就说现在的商值是一个越高的 越高表示什么啊 越高啊就表示着 它的不确定性是越强的 因为在那个义务当中啊 是不是东西多 所以说各个可能性都有 但是各个可能性都小啊 那这个就是商值 它什么情况下是一个比较高的 那商值什么情况下是一个比较低呢 可以这么说啊 就是现在我们也比如说 现在iPhone 8不上市了吗 然后我想去买iPhone 8 那我就到了苹果的一个专卖店 你说我到苹果专卖店里边 我去买手机 我买到的是什么 我买到的是必然是苹果吧 我买不到华为 也买不到三星 所以说在苹果专卖店里边 我买到苹果的概率多少 那是非常高的吧 不是说非常高 那就100%的吧 所以说咱们在专卖店里边 进行一个挑选的时候 因为里边都是一个类别 所以说我取到它的概率 必然是极高的 这个时候呢我就说啊 我的一个商值是很低的 那现在给大家解释了一下 就是在我的一看来啊 商值它的一个高和它的一个低 分别都表示一个什么样的含义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的一个公式啊 先看一下我的公式吧 公式等于什么 公式等于一个概率P 就是你取到某一个类别 它的一个概率 再乘上它的一个log的概率值 那这个公式啊 咱们来形象的看一下 比如说啊 咱们现在的 我画一个log函数图像吧 这个不就是我log函数吗 这个位置是一个0 就是log函数等于0的时候 等于多少啊 x等于1吧 比如说这是我x 这是我的一个y轴 然后咱们来看一点 就是说 如果说你取到一个物品 取到一个东西啊 它的一个概率值比较大的时候 是不是概率值都是在0和1这个区间上啊 如果说你取到的概率比较大 那它必然是非常接近于这个1的呀 所以说它该在什么位置啊 它该在这个位置非常接近于1的 如果说可能性非常大 那其实咱们可以看 如果说它的一个概率非常接近于1 这个时候啊 是不是说它的值怎么样啊 如果说咱们现在跑去一点 咱们不看这个复数啊 因为现在咱们得到的复数嘛 我们来看线段的一个长度 线段的长度啊 相当于是它的一个绝对值吧 这个线段长度怎么样 它是很小的吧 也就是说啊 一个接近于1的数 放到我的落个函数当中来 它得到的结果是接近于0的 这个呢 就是我对应于大概率事件 那对应于一个小概率事件呢 小概率事件啊 咱们来看 它的概率啊 必然是接近于0的吧 接近于0的时候 我们如果画它的一个绝对值 画上一条线段之后 我得到的一个结果 这个绝对值 或者说这个线段的长度 必然是非常大的吧 那这里呢 咱们来看 我的一个商值啊 衡量的是什么呀 其实呢 一看这个公式当中啊 就是前面的负号什么意思啊 前面的负号就是说 我落个底边算出来不是负的吗 把负的给它取一个正的 因为所有的概率 0到1之间 得到的值都是一个负的吧 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加了一个负号之后啊 相当于是我得到的结果 它就都是一个正的了 既然都是一个正啊 咱们拿这个东西来看一下 越大的一个概率 咱们得到的一个公式 hx啊 相当于我商值 那是不是说 越大的一个概率 得到商值 越小 越小概率 咱们得到商值 变得很大呀 那这个啊 就是我商值这个公式啊 它的一个含义 然后呢 咱们再举啊 就是一个分类的例子吧 假设说啊 现在经过了我决策数 做了一次分支之后 然后呢 我得到了一个A级合 还得到了一个B级合 A级合和B级合 可能说 它俩是选择了不同的特征 进行了一个决策 决策完之后啊 它的一个结果 那咱们来观察一下 就是在这里啊 这个A级合里边 只有两种数据吧 只有两类点 假设说啊 咱们所有数据当中 一共是有那么九类点 相当于是做一个 九分类的一个任务 那对于A级合来说 是不是 我求出来一的概率 和求出来二的概率 都偏大一些啊 虽然说一更大一些 二更小一些 那是不是说A级合 看起来 它更工整一些啊 因为它底边 类别比较小 那相反来说呢 对于这个B级合来说 B级合里边啊 你看123456789 一共九个类别 它都有 那这个时候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 对于这个A级合 还有这个B级合来说 你说A级合 它的一个伤值低 还是一个B级合伤值低啊 那显然是A级合伤值低啊 因为A里边 取到的只有两个东西 咱们来看 咱们在伤值HS当中啊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 累加核啊 所以说啊 就是你的类别越多 算出来伤值 它必然越大的 概率越小 算出来伤值 也是必然越大的 所以说现在呢 对于我这个A级合 还有B级合来说啊 我A级合得到伤值 是比较小的 B级合得到伤值 是比较大的 这个呢就好比是我刚才给大家举的例子 A级合啊 可能咱们去了一个三星和苹果的专卖店 B级合呢 咱们可能去了一个手机大卖厂 所以说啊 A级合 它的一个伤值较低的 它不确定性也较低 B级合呢 伤值较大 不确定性啊 它也是较大的 那在我的一个分类任务当中啊 其实你可以想 我们是希望经过了一次决策之后啊 得到A级合还是得到B级合啊 肯定是得到A级合吧 因为A级合 它的一个伤值是非常低的 B级合呢 伤值是很高的 我们希望得到一个比较纯的吧 那极度纯净的情况下 咱们来看 如果说啊 现在还有一个C级合 这个C 哪树标呢 在这儿的 这个C级合里边啊 如果说它都是1的 它里边都是1 那你说这个C级合 它的伤值怎么样 这个C级合 它的伤值 其实我们可以看 它取到1的概率 就100%吧 LOG1等于什么 LOG1它等于0 也就是说 对于一个极度理想情况下 它的一个伤值啊 它应该是等于0的 这个呢 就是啊 我们现在给大家提出来一种衡量标准 咱们刚才啊 不是说了 在我这里 我在建决策数的时候啊 我需要选一个大当家 再选二当家嘛 那怎么衡量呢 我们就可以拿这个伤值 来进行一个衡量 通过伤值啊 来对比一下 不同的特征 经过谁的一个决策之后 它的伤值能够较低 那我是不是说 它的一个分类效果就更好啊 因为经过它的分支之后 它是得到了一个 比较纯的一个结合 这个呢 就是我们现在啊 进行一个推导之后 得出来的一个标准 有了一个伤值 用伤值来进行一个衡量 然后呢 咱们来看一下 我伤值的一个图像吧 伤值啊 首先啊 它的一个基本含义就是 不确定性的一个大小嘛 那其实你可以看就是 对于一个问题来说呀 什么时候是最不确定的 当你抛硬币的时候 因为你抛硬币的时候啊 你知道 50%是朝上 50%是朝下 这个时候啊 它不确定性是特别特别大的 所以说呢 当这个东西啊 约等于0.5的时候 咱们也看右边图像 约等于0.5的时候 它的伤值是越大的吧 那越迟近于0 或者是越迟近于1呢 0代表不发生 1代表100%发生 所以说 越迟近于0和越迟近于1的时候啊 咱们得到的一个伤值 都是非常低的 在这里啊 咱们就看了一下啊 我的一个伤值 和我不确定性的关系 以及呢 什么时候伤值比较大 什么时候伤值 它是比较小的 那现在啊 我们要回归到 咱们的一个问题当中来了 咱们还是要建立这个决策数嘛 那在我选择一个跟节点的时候啊 我们该怎么样进行个选择呢 这个时候啊 咱们就提出了一个东西 叫做一个信息增益 什么叫做一个信息增益啊 也就是说 现在呢 咱们一看就是 一开始我拿到的数据啊 肯定里边就是 比如说你做一个十分类任务 里边肯定十个类别数都有吧 那咱们来看一下 经过完我的一个分支之后 它的一个结果在各个指数上 它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样的 如果说各个的一个伤值 在加一起之后 要比原来低了 那是不是说啊 咱们伤值进行了一个增益啊 增益指什么 增益就是指的 你的一个伤 你的伤值下降了多少 比如说原始的一个伤值是一个十 然后呢 你做完了一个决策之后啊 伤值下降到八了 那信息增益就是一个十减去八等于二 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啊 有了一个衡量标准 就是信息增益 通过信息增益 我去算一下 对于比如说十个特征 十个特征 我都便利一便 看一下哪个特征 能够使得我信息增益最大 使得我信息增益最大的那个特征 我就给他拿过来当成我的大当家 当成我的一个根基点 这个就是我现在要去做的一件事 然后呢 根基点有之后啊 咱们再来想 那二当家怎么算啊 在剩下的当中 再去找信息增益最大的那个 三当家 四当家 甚至到一百当家 都是这么去做的 这很好 感谢观看